看这个位置发现个海螺 这应该是好的 真是好的 吃个蛤蜊 看这肉 沙滩上海螺都肥 他会找这种特别好的花甲 难能看见 在里头呢 这个地儿应该好挖的 沙子比较干 已经上来了 哇 拽蛇了 这老弟子宁死不屈 难能看见这个轨迹 顺着搜一下就跑了 这对不起了 回家给旺财补充营养 看这来个大肠腿 这海鸟可这沙满半天也没啄它 应该是死了吧 不行的了 哎呀还活着呢 活力还可以啊 这爬的可这 这种就带回家 应该养不了了 回家蘸芥末吗 哈哈 长腿蘸芥末好吃 这拿着 这海鸟也是做功德了 给我留着了 这应该是摩尔罗 不知道谁过去没找儿子 横着的月亮碑 现在这月亮碑齐心快抓了 啥姿势都有 这就来个月亮碑 这个比较大了 它这个大的往往特别深呢 漂亮吧 这个角度你们能看清楚 这是个小豆蟹啊 看 通常在那个生蚝里会有的 活得很少了 小手还在动呢 这就不要了 放了 放在这 随着海浪就跑了 这个月亮碑你看就不简单啊 能不能看见这个腿 这里头有巴扎鱼啊 估计是在里头产卵的 吸干净点 能看清吗 它把那个卵给包起来了 这个就不要了 就放在这里 拜拜 水一退下去啊 没眼会露出一个小包 看见没 不小 再洗干净点 洗不干净 会被喷 好看吧 这个 这个大野鲜上比我巴掌都大 看 这种的里头肯定是很丰富了 这边不少的 这边不少的 我们这边也泛滥了 便利都是 捡点回忆就能吃 不可以 来 旺山来 旺山 大城王 去吧 看 他这个不用拔皮啊 自己的就会磕 慢点吃 自他吞了 太熊了 他喜欢吃 香香 过来 过来 我这能听懂了 过来 不是摇我手 过来 摸你来来 盘你来 过来 我准备盘成手把劲 过来 跑来 这眼镜给在他画的都没自信了 再一趟 快点 跳 过来 这么多 甚至 爽 好 爽 爽 这鸭蛋的油性太大了 水都漂油了一样 满手都是油 咋它不会吃啊 鸭蛋给它晒一下这样出油的效果 这盐跟水的比例1比5差不多就行 在这里倒一点花椒 再来点八角 桂皮再来一点香叶 把这个鸭蛋都翻几次 晒干晒时间长一点 它出油效果好 再倒点五十度以上的酒 再倒点五十度以上的酒 太胖了 这来服一个月都没有这么大 这家伙才半个月就长这么肥了 看下服 怕给这小子碰坏了 没事不掉它 它不像在那碰 好了朋友们 今年的视频呢 就先拍到这里 谢谢 喜欢打棋的朋友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